记者周燕于台北报道,台北市仅美女中与台湾师范大学合组的台湾女子拔河联队赴中国徐州参加2018世界杯室内拔河锦标赛。 8日拿下于23至500公斤公开赛金牌,佐于540公斤阻击于23至500公斤锦标赛中分别以2比1及2比0击败地主中国队及欧洲拔河强队巴斯克一日内有夺两金牌。 不过,今天在女子500公斤项目与中国强金以0比2隐恨,拿下银牌。此赛事业于佐洛牧,仅美师大拔河联队共获三金一银。 2018世界杯室内拔河锦标赛8日起于中国徐州登场,仅美师大拔河联队于当天下午的女子于23至500公斤公开赛。 受传捷报,拿下金牌,时日上午举行的540公斤阻锦标赛。 拔河联队更以2比1成绩,击败去年金牌得主地主中国队,魁为四年获金牌。 同日下午,仅美师大拔河联队也参与于23至500公斤,最后以2比0击败欧洲拔河强队巴斯克夺冠。 经上午实时举行的女子500公斤锦标赛,是拔河联队本次参与世界杯的最后一场赛事。 锦美女中秘书黄玉博表示,11日赛事除了台湾外,共有蒙古巴斯克、拉托维亚、中国、德国及韩国七队参加。 但拉托维亚弃赛胜六队竞争,拔河联队在预赛以0比2输给中国,以预赛第二名职资。 与中国巴斯克及韩国进入四强,最终与中国再度交锋,进入金牌战之争,可惜以0比2败阵区之银孩。 锦美女中表示,11日上场队员包含师大体颜所说一的李入军,师大三年级于亚军,卓之韩及石韩轩,师大二年级林亚军,师大一年级秋白轩及李亭轩。 锦美女中三年级的黄婷妮及赖婷玉上场9位选手都是锦美女中学生或校友,是前后期的学姐妹。 今年八和联队出赛女子鱼23至500公斤公开赛,女子540公斤锦标赛,女子鱼23至500公斤锦标赛,女子鱼23至500公斤锦标赛,女子鱼500公斤锦标赛。 现在我们的公斤锦标赛,女子鱼23至500公斤。